生活的故事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电影里的片段 刺激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理断 谁说英雄不能誕生在灵力之间 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 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 小两口贼闹别扭别得好严相选 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当有很难找警察那绝对不是许言 老龄老龄的幸福在自己的心里 老龄老龄的幸福值得人在旅行 老龄老龄的幸福是为了老百姓 是为了老百姓 老龄老龄的幸福 看什么呢 胆子不小警察都敢打 警察说是我错了 我再也不管了 你别抓我呗 你看这儿 这么多老人小孩 你打人眼睛多危险啊 我警告你啊 你这种行为 是违反自然管理的 我是可以把你抓起来的 你别抓我呗 认错认挺溜的 是不经常干啊 没有 我看看 是你自己做的啊 嗯 还行啊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 给我个十顿 你干嘛 疼不疼 当然了 打着别人别人也疼了 回头人家报复你 跟你打架怎么办 我才不怕打架呢 我打架可厉害了 打架本身就是不对的 男子汉大丈夫 做什么事得自己负责任 明白吗 知道了 叫什么名字 王扣子 什么名啊 真的 我真叫这名啊 嗯 你就叫我扣子吧 唉 你家住这儿啊 嗯 你怎么不上学啊 我生病请假吧 哪生病啊 活蹦乱跳的 逃课吧 好 行 走 林警官好 找我合适啊 找我合适啊 小民有意冤情 想请您资助 有何冤情速速招来 小民来 民大人 有个女儿 叫小民儿 口袋里 装这几个小钱 又打醋 又买盐 还买了一个小饭碗 呀 串了 此女 面临高考 大 心思 把咱傻 此音在你这儿 怎么当的父亲 来人哪 拖出去 重打五十大板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啊 姐您下班 太阳大西边出来了 好 我把手头吃着忙完 咱就回家 嗯 车钥匙 给你擦车车 在门口等你 爸哪有车呀 自行车 自行车钥匙 我进门口等你 我进门口等你 夏天 夏天 悄悄都去留下小明明 有个心理有个心理 我们到死里 不是 快 快 走吧 回家 来 上来 你带我 怕不行啊 快点 上车 行 骑车不能带人 那满大街 都骑自行车带人的 别人行 你爸不行 你爸是人民警察 老干妈 你真是 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 要不然咱俩石头剪刀布 赢的人就骑输的人就跑 你这样吧 你在前边骑 我在后边跑 全当我断了身体 不行 我于心不忍 爸 要不然咱俩五分钟换一次 行 走着 快 快 你这也太快了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晚才回家 就不能匆匆融融放个家 爸爸我知道你想当个好警察 但一个有个温暖的家 习惯吧 爸爸他不明白我的想法 有时候是真的不太想累他 但是嘴巴抱怨 如果别人责备他 又忍不住要维护他 爸爸我接到你的辛苦啊 总细细想笑我为大家 老尔子畅想想想想 think 能像匀 爸爸你知道我是爱你啊 别把所有哭泪自己抗 赶紧死我了 你看你盲成什么样 咱俩都多久没好好出来玩一玩 是是是 这样等你高考完 爸爸带你周游世界 爸 这次仁义卷进传销组织的事 都是因为我想跳舞 你知道就好 那您还让我跳舞吗 你既然那么喜欢 那就跳吧 真的 大师啊 高考的事不能掉地轻心 我就知道了 我干嘛你最好了 我跟你保证 我从今天开始呢 我肯定好好学习 听听想上 踏踏实实的 我再也不惹事了 不过那个房租长得邪乎 要不要换个地儿 不用 晓晓姐都给我找好了 谁 刘晓晓 就你们单位那个记者 他们那个大学排练教室 是空的 没有人用 他就找了留校的一个同学 给我拿到钥匙 以后啊 我就能去那儿练舞 还是免费的 免费的 嗯 不合适 不对啊 他怎么知道啊 上次 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儿去抓 那个传销吗 他被我摆着不挠的精神感动子 被他帮的我 爸你就同意了吧 多方便呀 不工不收录 不合适 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哦 你俩这是何信火呀 逼你就办 所以我是答应呢 答应呢 我是答应呢 那你就谢谢吧 谢谢吧 谢谢吧 谢谢小小姐 什么小小姐 是小小阿姨 小小阿姨 小阿姨 谁放我桌上呢 我 哎呀 你这 喜欢吗 这绿色的植物啊 放在办公桌上 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和你给定 这鲜的是你有好处 我戒了 那你总玩电脑啊 它可以减少电脑的辐射 我很少用电脑 扬言总行了吧 只平时工作那么累 多看看绿色 可以让人心情舒畅 是这样 我呢经常出外勤 很少在 那你说 不给他浇水 不打理他 他不就死了吗 那多可惜啊 你看 我桌上也有一个 到时候什么浇水施肥啊 都是烧带手的事 您呢 最重要的就是 欣赏它就可以了 哎 晓晓 我觉得这个不错 怎么就师傅有啊 我也想要一个 要不 我帮师傅打理 这样吧 以后啊 我给你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桌子上 都放一盒多肉 行吗 谢谢 老林 书记 带上其风 京日圆小区 三栋十五号信逢 好 哎 我也去 等我一会儿 等我一会儿 我就是出门扔了下垃圾 忘带钥匙了 哎呀 最要命的是 我们一起造成 还煮着鸡汤呢 你那个所吃新换的吗 哎呀 刚换的 超B级的 哎呦 这要跳的话需要时间啊 那个火没关吗 我客气了 要是回忆出来 把火灯灭了呀 哎呀 师傅 嗯 那开锁公司的人 也堵路上了 哎呀 哎呀 这 现在最关键的是 怎么把那个火 给它灌了 这可咋办呀 老林 你赶快给想想办法吧 哎呀 急死人了 哎呀 谁呀 来了来了 哎呀 小林啊 真的吗 有事吗 哎这样啊 嗯 隔壁这家呢 要是辣屋里了 哦 锅上还炖着汤 哦 我看看从这儿能不能翻过去 哦 家里有绳子吗 好像有 上次我们家修空调啊 那师傅忘拿绳子了 我给你找找去吗 好嘞 好好 来来来 哎 哎 哎 老林 老林 哎 哎 老林 老林 你 你别下去了 太危险了 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呀 没事 我又说了 再说了 也不是头一回干这事 不是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你要真摔下去 小年怎么办呀 师傅 绳子了 好 把这个绳子给我捆身上 别来 我来啊 我伸手比你好 我比你有行 不是 师傅 您这一把年纪 老胳膊老腿了 万一一脚子 给摔下去 这 是吧 这倒霉孩子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一把年纪了 什么叫老胳膊老腿啊 齐峰比您年轻 您让他下去 他灵活度高 对 我来 我是你师傅 也是副所长 副所命令 来 爬到舍尘救命 笑到家里冷雨 调节就分灵力缠断 你 样样都需要你 被误解被指引 没解决你也急 什么困难都去找你 你的难又要找谁去 也许站在自己的角度里 谁都难免会看不清 其实我们也该将心比喻 警察 真的不容易 也是像我们一样的百姓 有小小的家 要去孤寂 也有委屈押藏在心底 警察 真的不容易 你渴望让大伙都满意 多少付出我换着安宁 用微笑 为你赎一面尽情 主 慢点 站上 你没事吧 这样 师傅 你慢点 你慢点 慢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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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你呀 今天又出大事了 太感谢你了 应该的 哎呀 老林呀 你怎么把我家的窗户玻璃砸碎呢 我窗户不破 我师傅从哪儿进啊 可我家的玻璃可贵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是不是都给我家陪玻璃呀 烦嗓你呀 太过分了 可我家的玻璃碎了呀 那咋办呀 哎呦 一百块钱 我老公我当时花了一百三呢 说了什么话呀 玻璃不碎人怎么进啊 给人家全销怎么办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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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啊 以后出门别忘了带钥匙 最重要的 你得把那个总法灌了 啊 哎哎哎 肯定以后不会忘记带钥匙了 那你们慢走 对 师傅 这什么事啊这是 不稀奇 那您怎么还真给他钱 那不给他钱啊 咱们在那儿给他抹嘴皮子呀 那么高的地儿 您说饭就翻过去 事几个完了 还让你赔玻璃钱 那你什么意思啊 啊 咱三个大活人 为了块玻璃 戳在那儿 给他讲大道理呀 算了啊 遇到这种人了 咱就不跟他计较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花钱买安心 啊 我上次给那花大麻钱 您还批评我 您花钱就叫花钱买省心啊 哎 这可不一样啊 你上回那是硬塞给人家 伤了人家的感情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 宁和聪明人吵架 咱不和胡读人说话 哎 你遇上同情达理的了 大家都同情达理 那你说你遇上这么个人了 你怎么办 咱就让着他 敬着他 绕着他 避免跟人民群众 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啊 这个 老林这么一分析呢 这两个事就是不是一个事 那你不能惯着他门 想干嘛干嘛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行了 别转 我说你跟着瞎分析什么呀 我们是警察 这么干下去 微信在哪 你幼稚不用知啊 还微信 你拎得清微信吗 你知道怎么去树立微信吗 看看老林 这个才叫做大智慧 我呀 跟你说不着 我还跟你说不着呢 怎么回事这么生气 师傅呢 不知道 我就想不明白了 当了哪门子警察 半个人还能被讹诈 这 什么情况啊 谁讹谁了 你自己问师傅去 这怎么回事啊 你还真跟师傅憋这个劲啊 幼稚不幼稚 和幼稚没关系 就是不理解 那个冯大嫂 本来就是个尽尽计较的人 她都好意思让师傅赔钱了 怎么会跟你们讲道理 到时候师傅 跟她继续默契下去 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 把街坊邻居 全部都照过来看热闹 他们都住一个小区的 你说这个事儿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就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 咱们穿着警服就是执法者 执法就得按着规矩了 遇着不懂事不讲理的人 就不能惯着他们 那你怎么不想想 穿上这身衣服 咱还是人民公徒呢 你跟老百姓闹别扭 能解决问题吗 峰哥 我理解你 但是师傅也没错 他自己都窝火呢 你跟他闹什么别扭啊 对 师傅就是那样 他多少年了处理问题 都是这个丰富的 各位年轻人 拿啥呢 嗯 聊老林的大智慧呢 呦 您还一根筋呢 我看你啊 还真的是 物性不够 智商感人 不思进取 不求是 等一下 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啊 咱俩的智商 永远都不在一个水平面 无法求 拜 看看那样 这是记者啊 这是什么记者啊 个儿不大 能耐不小 批评人一套一套 叽叽喳喳 跟养的鸟似的 烦不烦啊 可惜他那样 长得漂亮点的脸蛋了 性格怎么那么不好啊 我说齐放 你要喜欢人家 你就直说呗 我看你平时 没少偷瞟人家 谁瞟瞟 哎 急眼啊 恼羞成目了 哎 是不是被我一语点破了 峰哥 喜欢就喜欢呗 你一个大男人 天天骂骂咧咧干啥样 我喜欢他 他哪儿值得我喜欢啊 那为什么你只对晓晓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想让人家多看几眼 这大男人什么话不能直说 一点儿愁死你 不过我说峰啊 咱甭管喜欢不喜欢的 人晓晓好歹是一姑娘 而且人也不跟你计较了 你一男的 跟人道一歉怎么了 您怎么绷着 有劲没劲 这不是没机会呢 大爷啊 您说的这个事啊 我们还真就管不了 林警官 这当官不为您做宗 还不是回去卖红薯 是 理是这么个理啊 你说 你心疼小孙子 我们都理解 是吧 咱不能因为啊 人家老师啊 给你小孙子 布置了那么多作业 咱就把人老师给抓起来 你这这 林警官 我那孙子写作业 写得那眼睛是越来越近似了 你说那老师太心狠了 真是对不起啊 实在没想到 我这个老婆 这口糊涂玩意儿 太对不起您了 大哥 您这是出差回来了 可不是吗 我一到家就听说了 您冒那么大的险 我还没谢您呢 他还问你要钱 他真是太丢人了 这事不能怪嫂子 嫂子这是至家过日子啊 那你说看见玻璃碎了 心疼 这都可以理解老林啊 这是您的钱 不不不不 是这样我们这有规定 损坏东西要赔偿 这是规矩 老林啊 你是个好人 我们不能让你寒了心 这个事就是我老婆的错 老林 其实我就是随便说说 没想到你当真给赔钱了 道歉 老林真的对不住了 你为了我们的安全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 可我还让你给我赔钱 我太自私了 我错了 糟了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行了 这个事呢过去了 翻篇了 我这还处理别的事呢 好好好 那谢谢您林警官 我们先走了 林警官 林警官 你要是 不能把那个老师抓起来 你呀去吓唬吓唬他 让他呀 给我那孙子少留点作业 你看行不行 嗯 咱们 想哼你什么呀 要我哼见 那边左轨 不左哼你去 我说几句啊 我之前 反正就那些事了 我这人不知道就 我道个歉 这道歉的味道 似乎不太浓啊 那我过一下 给你磕磕头啊 行 我之前说话 有点过 你别往心里去了 行了 我啊 也不是那么爱计较的人 正好有一个事 需要你帮个忙 好事啊 我给小年找了一个舞蹈教室 在我原来的大学教室 那么花钱 不过房间有点旧 需要铺一些什么壁纸啊 地毯之类的 但东西我都买好了啊 就是小娘不太想麻烦老林 我们两个女孩 又干不了这么多活 就 正好需要一个男的 来做做苦力 搬搬东西 那正好呢 你又是个男的 给你一个枪功不过的机会 行 没问题 行 送我电话 嗯 哥 我刚给你发的文件 就是你要的名单 我把所有能打听到的人 都谢谢你一下 刚给你发的文件 就是你要的名单 我把所有能打听到的人 都谢谢你一下 好嘞 谢了啊 柱子 替我谢谢哥几个 回头请你们吃饭 快点儿 帮学都不积极 走了 看看 李大爷 小娘 你拥有时间陪我玩了 今天去哪儿 给你个惊喜 吴大爷 你带我到这儿干吗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谁是秘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二 三 四 七 一 二 三 四 七 六 七 怎么样 喜欢吗 这是挺专业的 喜欢 专业就好啊 你以后不就是想搞专业吗 以后你想练武了 就到这儿来 但咱俩得说好了啊 这是咱俩的小秘密 不能告诉你爸 于大爷偷偷赞助你 于大爷 这超级贵吧 不贵 有梦想多难得呀 于大爷支持你 于大爷 其实我已经找到 跳舞的地方了 是吗 嗯 在哪儿啊 你爸给你找的 不是 是晓晓阿姨 晓晓姐给我找的 他大学的排练教室 虽然是旧的 但是免费 旧教室 能练吗 能 我都去看过了 我爸也同意我去哪儿 那儿以前是 晓晓姐排练话剧的地方 也是我01年 梦开始的地方 嗯 于大爷 嗯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 我虽然没有妈妈 但是我有你啊 还有我爸跟他的同事们 嗯 启风哥跟晓晓姐也说 要去帮我收拾舞蹈教室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特别幸福 嗯 行了 有免费的 那我就省钱了 嗯 嗯 你这么慢呀 哎 小心小心小心 去去去 我看这东西对不对 她姐 整个装修队的活 您让我一人全干了 我可一分钟都没耽搁 那我闲着了吗 是你自己说要做苦力了 我这镜子都快擦完了 你赶紧把那把杆组装了吧 一会儿让我推低毯 一会儿让我推壁纸 一会儿让我取这个 让我取那个 你这一大早上 想法可够多的呀 哼 我是女人哪 女人就是善变 怎么着吧 呦 那地毯跟壁纸 不是挺好看的 干吗换啊 那地毯跟地纸啊 根本就不符合小娘 哎呦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 行了别废话了 赶紧干活吧啊 一起去什么 我不会一点 不知道 点η装 等努力 宇宙 akk 干吗呀 你要放哪儿啊 就放那儿啊 这儿啊 你没看见我这么多箱子 你放哪儿不 你放那边去 不是 这怎么能放那儿 这肯定往那儿放啊 你别闹了 我这么多东西放这儿 别别别 就往那儿走 不行啊 但是小天摔着怎么办 你就放那边 快点 你看姐的 下面小心点 我穿着裙子 我穿着裙子 还稀的看啊 走 这样行不行 往左 左 左 高点 嗯 你沿着下面那儿线贴啊 看不见啊 看不见啊 你怎么扶的梯子呀 差点没摔着我 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 还怪我没扶好 这还给了我一肘子呢 给你一肘子啊 我看看 哪儿啊 是 轻点 你说你大老爷们皮糙肉厚的 这没流血没破皮的 你至于吗 又不考虑吃饭 那你先生怎么这样啊 真要哪个男的跟你谈恋爱啊 那可太道歉了 对不起 齐大警官 我应该 感谢你的住命之恩 我 刘晓晓 将来 一定会 用全相报 你可千万别我 我可是受不起 我 我歇会儿 歇会儿 想拖来你就直说吧 你说我怎么可不得了 今天表现不错 得一百分 那我这道歉 您还满意啊 你的道歉呀 我接受 我聊小 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从今天起 咱俩就是好哥们了 以后 和睦相处 得嘞 哎呀 哎呀 我原来还真没发现 今天啊 突然发现 你还是有优点的 就是以后 在工作当中 少犯一些错误 凡事认真点 多跟老林学习学习 一定是一个 有潜力的好警察 哎呀 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啊 这么夸我呢 你别我表扬你两句 你就膨胀啊 歇两分钟得了 咱俩还有活没干呢 这回 你上 我扶着 嗯 行 我上 哎呀 你可扶好啊 哎呀 我才不会让你车着我嘛 丁丁老师 拜拜 丁丁老师 我先走了 再见 丁丁老师 小娘来了 嗯 我来那个排练室看看 哎 正好买了零食 这么多零食啊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慢点啊 拿 挺好啦 这也太好了吧 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弄的 哇 这位小姐 你要是晚到那么一会儿哪怕就几分钟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到时候啊就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这已经很惊喜了 辛苦你们了 我买了零食 别干了 下来吃点零食吧 行 哎哎哎 你风哥可一点都不累 干会儿 真仗义啊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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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那个刘小嫂你别光顾着吃啊 看看这 对不吗 正的 贴吧 直接贴 这次表现挺好的 哈哈哈哈 晓晓啊 我听小年说 你们几个帮她收拾屋子 真是感谢你啊 这样吧 哪天有时间叫上小年 请你吃顿饭 嗯 我听说你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 去你家吃红烧肉行不行 啊 去我这 嗯 不行我家太小啊 怎么不行啊 雨水都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同事一场不行吗 那行吧行吧 那就明天好吧 明天到我家 好呀 那说好了 我明天晚上去你家吃红烧肉 好好好 那到时候见 不见不散 拜拜 师傅 近三个月 我们票区 新增外来人口名单 嗯 这么快啊 嗯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辖区外来人口比较多 情况呢也比较复杂 你给他仔细点 我办事您放心 要么不干 要么干好啊 你是怎么弄的呢 您有您的招 我有我的路子 告诉您也行 叫我事师傅 嗯 爸 爸 哎 晓晓姐到了啊 找不着地儿我接下去了 好 哎 带你这事里都回来 爸 晓晓姐到了啊 好 好 好 小鱼 下班了 刘大爷 吃完饭溜弯呢 吃完饭吃进去溜弯 哎 好 再见啊 再见 呀 雨嫂回来了啊 嗯 哎 下吃饭呢 哎爸 你干嘛去了 打加油去了 我没带钥匙 哦 雨嫂 晓晓也在啊 是这样 那个晓晓啊 爸帮着小娘解决了练工房的事 我请人吃个饭 哎 做红烧肉了 尝尝 一起呗 那个你们吃吧 我约了人了 我就回来换身衣服的 马上就走 哎 哎 那吃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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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喂 哎 佳佳 你这想吃那家料理店 我订到座了 我带我过来接你啊 我已经吃过了 改天吧 吃过了 不是 好容易才约着的 那 好吧好吧那 那我改天约着再给你打电话 行 一锁 妈 你这是上班呢 还是下班了 本来是下班了 这不单位有事啊 我再过去一趟 你看看你看看 人都瘦成啥样了 工作悠着点啊 别太拼命 快 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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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你好 佳佳真可爱 你自己也得努力 我给你说的社区院那小伙子 你到底是见人家还是不见呢 我这单位的事我都忙不过来呢 我就知道你又会找借口 找个时间啊 必须得见 好好 走了啊 岳阿姨说再见 再见 再见 你怎么来了 吃泡面哪 真香啊 还有吗 给我来一碗 我没了 要 要不您吃这个 不不不 我一会儿可以上门口买个烤红薯 凑合一下 你吃啊 齐峰 我这个人 是不是特别不近人情 你们大家都挺烦我的吧 没有啊 我 我还说这两天 找您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呢 行 你 你说吧 是这样 我呢 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跟索利也添了不少麻烦 有的时候 确实是我自己的错 但就是脑子一时半会儿 转不过弯来 但我每件事都想把它给做好了 就是有的忙不到点子上 最后自己还犯错 没关系啊 这些都很正常 你刚参加工作嘛 经验不足 可以理解 只要你有上进心 好好跟你师父 跟同事们学 就没问题 我这人就是性格太轴 矮钻牛角尖了 这你就得自己改了 我可帮不了你了 放心吧 余颂 我肯定努力 我想问问你啊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 对恋爱和婚姻 都是什么观点啊 不是 余颂你也不老啊 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行 姐 小姐 去奥姻 我们小姐 去奥姻 去奥姻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晚才回家 就不能匆匆融融放个家 爸爸 我知道你想当个好敬场 但也该有个温暖的家 习惯爸爸 他不明白我的想法 有时候是真的不太想理他 是怎样抱怨 如果别人责备他 有人付出要维护他 爸爸我接到你的辛苦啊 总是心情向我为大家 成了阳山 英勇人人夸 我的爸爸是警察 爸爸你知道我是爱你啊 别把所有苦累自己扛 我想帮你整起这个价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 真心话有你在我就不会害怕 牵一抹花中理解你的味道 既要当地努力工作来赚钱养家 又要当马拉着我长大 以后我们接着男人的永远 那么快乐 我这么爱你的相对 不爱你 之下 他要当地努力工作来赚钱养家 羊羞 姻姻任人夸 你是让我骄傲的爸爸 爸爸你知道我是爱你呀 别把所有苦累自己扛 我想帮你撑起这个家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